開始了嗎?開始了 還有後彈簧 哈囉各位粉絲團的朋友 大家快中午了 中午午安 今天要介紹的車款 之前因為安裝了集胎 但是應該有開過直播 這次的直播是因為這款車 是車主才交車沒多久 我剛剛有看到碟盤的一個 CAMBER的痕跡都還在 所以等於是新車 這款車是Toyota的CH-R 這款車的底盤 其實是Toyota最早開始使用 TNGA底盤的車系 這款車是小車 1.2渦輪 可是它的底盤有很多的配置 有二輪驅動的 還有四輪驅動 有不同的設定 但是二區跟四區的避震器的架構 都是公用的 它的避震器的話 其實跟很多的TNGA TNGA的一個世代的底盤 其實看起來都大同小異 可是車子的重量不同 軸距不同 設定自然也稍微有落差 最主要的車主 會想要把它避震器換掉的原因 是因為車主的反應 這款車在駕駛的時候 它該軟的時候 它是很硬的 該硬的時候 它是很軟 所以它改裝了KT的一個 道路板避震器 希望能夠改善它 目前行車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它的前面的避震器是 是有上座的 今年 上個月 上個月的話 今天有到大阪的 大阪的一個汽車展覽 那最新款的Yaris 其實在日本的話 已經上市了 那如果是最新款的Yaris的話 它還有一個是 我們一般叫鴨王 它是Yaris裡面動力最大的版本 是做到好像200多匹 280匹的樣子 它的底盤一樣是TNGA 可是它的上座 就沒有像這樣 有三顆螺絲的設計 小車的TNGA的底盤 跟一般中型大型房車的上座 其實基本上都是叫TNGA 可是細部的規格 是不太一樣的 譬如說這台的上座 它跟我們明天或後天 應該是後天吧 有要安裝的Raffle 5X 這個上座的規格 就不太一樣 還有這個下座的規格 也不太一樣 後筒心的 一個阻擬值也不太一樣 像這台車 它的軸距比較小 所以它的阻擬 稍微比較輕一點點 但是值得縮嘴的地方 在這裡 這台車大家都知道 是日本車對吧 那日本車 它很講究的 Toyota它很講究的是 日本的採購成本 所以一般來說 像這樣的日系車 通常它的避震器 製造的來源 不外乎是KYB 或者是SHOW之類的 但這台車的 原廠避震器的製造地點 不是在日本 是在歐洲的 這個是歐系的一個大廠 Sachis 大家可以看得到這個logo 這個是ZF集團的Sachis 所以可想而知 Toyota為了要改進 它這個新世代的TNG底盤 花了很多的心思跟成本 包含像這樣避震器的採購來源 都是跟Sachis的 這個是歐系大廠 而且這個不是在大陸做的 這個是土耳其製造的 所以為了想要改進Toyota 被市場所詬病的操控性 在這個細節部分的話 用了很多的心思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後方的話 一開始影片當中 有看到我們師傅在 在打螺絲的地方 那個就是後方的上座 所以後方的一個很大型上座 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其餘的話 KT就都有附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 後面已經裝 這邊已經裝好了 我們先來看後面好了 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全部都拆下來 那後方的避震器的結構的話 它的上座在這裡 這個一個比較大型的上座 上座的下方有一個 蒂芬妮欄的這個零件 就是在調整阻尼紙的 軟硬的話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三角集合 這個也是一個三角集合 通常避震器擺放的位置 會一般來說其他的車輛 會放在下直壁上 或者是在仰角上方 仰角後方 所以它的行程的話 會做的比較長 但是這個世代的TNGA的設計 它是在這個三角集合 比較靠近內側 所以它的避震器的行程 是比較短的 所以比較短 它的阻尼自然要做的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它的阻尼跟一般 坐在後方的長行程的設定 是不太一樣的 那後方的話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 16公斤 剛剛可以看到它後方拆下來的彈簧 其實做得很長 那如果有看到經理 昨天的直播的VOLVO C70的話 其實它的設計的理念 有點相近 就是用比較低公斤數的彈簧 然後拉長 讓它做預載 那這樣的彈簧跟設計 有好處也有壞處 在側傾的意志上的話 當然沒有像這樣高公斤數的彈簧還要來得好 所以側傾的意志上的話 像這樣6公斤的彈簧 會比原廠還要來得好很多 可是原廠的 畢竟它要兼顧到 它應該要有的小型修理的一個舒適度 所以它的舒適性的話 會稍微比較好 可是改裝之後它的操控性 就會提升好很多很多 這個是後方的一個調整機構 上部的橡皮 上部的彈簧的上橡皮 還有調整機構的下橡皮 都是要沿用原廠的 都是要沿用原廠 那今天的車高 這個都還是原廠 這個連碟盤都還沒摸合開來 這個的話原廠剛剛到廠的時候 然後輪胎上圓到葉子板 大概是四指半左右 大概70mm左右 那今天的車友 想要略降大概2.5公分 所以待會的話 降下來是大概50mm左右 不對 大概45mm 大概是三指幅左右 原廠大概是四指半 略降大概1指半左右 那降低到這樣的幅度的話 後輪Camper是還不至於 不至於會改變太多 所以像這樣降幅的話 是還不需要用到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可是一旦降幅比較多的話 因為這台車只能調 後輪的Camper角度 後輪的投影角度 Camper的話 是會微幅改變 所以降幅要很多的話 就會建議車主 要改裝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那好像是後天吧 不對 是下午而已 下午的話是Raffle的五代 這一位車主的話 可能降幅油壓比較多 所以就會一起安裝仰角調整器 可是下午的直播 有可能不會在自駕公司裡面 有可能會在社團裡面 那有興趣的話 再跟我們小編要影片好了 那今天的話 主要是要介紹CHR部分 然後這個輪胎旅行都還原廠的 原廠的是18吋的 215 那這個輪胎應該原廠也有兩個級距 之前來的好像是18吋的 這個是17吋的 有17跟18的規格 後方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那後方還有一個安裝的重點 每次經理都會講 就是它的筒身不能縮得太短 因為縮得太短的話 它的彈簧就預載過多了 所以這個後方在安裝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下 它的筒身不能縮得太短 後面大概就這樣 前面的話是哪一邊 前面的話 比較簡單 前面是一個類似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前面的話 安裝大概有幾個重點 就是因為它的上座 DNG的車系 這個畢竟是1.2升的小車 所以它的座倉 為了讓車室裡面的空間加大 所以它的前擋玻璃都是往前延伸的 所以它的上座 是在這個地方 那在拆窗的時候 就稍微比較麻煩了 因為它上座有三顆螺絲 可是這三顆螺絲 是在這個飾板之下的 所以需要把這個魚刷 還有這個飾板拆開之後 才能拆得到這避震器的三顆螺絲 那這個本來的板件 是蓋平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要調整阻尼的話 就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們這裡有鑽了一個小孔 讓這個阻尼旋鈕 能夠裸露在這個板件的外部 所以它就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做阻尼的旋轉 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這顆引擎也值得特寫一下 因為這顆引擎是 它是稀數小 然後它是加掛了一個渦輪 所以即便是只有1.2升 可是它的動力還有整體的表現的話 油耗節能的整體表現都相當的不錯 那我們來介紹避震器的 前面大概是這個樣子的 那下部的話是 這台車 TNG的話 最主要的是它的 因為要改進操控嘛 所以不外乎是 避震器用心 然後下方的防輕感加出 像這款車啊 它的防輕感加出的比例 比以前的車系 加得非常非常粗 所以防輕感 防輕感連接上來的這個叫離載串 離載串連接上來的才是避震器 所以這個離載串的鎖點 這個就跟原廠一樣 不需要再改裝 改短的離載串 或者是改可調式的都不需要 萬一啦 日後可能開個4年5年之後 離載串壞掉 因為這個離載串是消耗品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離載串會做動力 所以它離載串壞掉的時候 就直接用原廠規格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有一些離載串的 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還有這一邊的話 有一個ABS感應線的扣距 這些扣距的話 就是都用原廠的規格 那這一台車 前輪的話 其實我們還有做了一個小地方 就是它前輪的螺絲孔 是做一個橢圓孔 所以前輪是可以微調 前輪的Camper的角度 在定位機上的話 就可以比較能夠做出 適合車主駕駛的一個定位的角度 那前面的彈簧一樣 因為這台車是小型的休旅車 所以舒適度還是一樣很重要 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7公斤的燈籠狀彈簧 它的配置跟RAV4的彈簧是一樣的配置 都是7公斤 然後做一個燈籠狀彈簧 會讓它的整體的舒適跟操控 比較有辦法兼備 那這台車其實可以降到非常低 最低的話 大概可以到剩下大概一指幅半指幅左右 所以我們這台車能夠調高的範圍 最高 就是像今天這樣子幾乎就最高了 大概是三指幅再多一些些 那最低的話可以到輪胎跟葉子板 剩下大概半指幅左右的一個車高 所以調高跟調低的範圍還算蠻多的 那另外就是像這樣的設計 不論調高或調低 畢竟不是靠壓縮彈簧的方式去改變車高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 算是還蠻寬裕的 另外KT的用料其實相當的不錯 像是在裡面填充的主泥油 我們是用意大利一整桶 進口的IP的主泥油 像是油風的話 這個就更厲害了 像這個車系 因為它是日系車 所以有很多的車油 選擇是日本TEIM的品牌 TEIM的品牌 那日本TEIM的品牌 是日本最大 產量最大的一個改裝避震器的品牌 所以它的品質的話也相當不錯 那TEIM它所使用的油風 有關到避震器最重要的油風 TEIM使用的也是日本NOK的油風 KT的使用的一樣是日本NOK的油風 這個油風的品牌 如果車友們對這些品牌比較陌生的話 可以在Google上面打上NOK 控擺Oring或者是NOK Packing 它就有很多一系列的介紹 這個算是日本油風界的龍頭老大 所以它的品質的話相當的不錯 雖然價格不是貴個一成兩成 是貴個幾倍的 可是它的品質會讓整體的壽命 有正面的提升 所以我們還是持續都是使用 日本NOK的這些系列的油風 那上座的話 這些零件 都是KT廠裡面製造的 KT並不是唯由他廠來做代工 所以還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就是 這個是MIT的品牌 那如果像這個經理摸到的這個防塵套 或者是裡面的饅頭 這些都有可能是消耗品 萬一日後有可能大概用了四年五年之後 這個零件壞掉了 或者是裡面所填充的IP主流 它已經開始劣化了 這些KT的工廠都是可以來做翻修 可以來做維修的來服務車友 所以如果車友在避震器有選擇的話 其實經理會建議大家 在網路上詢問的話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樣的客觀 因為每個人想要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所以KT有準備了很多的試乘車 而且不只是在KT的台中工廠 在KT北區的經銷 KT中序的經銷 南區的店家 我們分別都有不同車款的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來試乘 那如果車友們試乘之後 滿意了 再來考慮KT的品牌就可以了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有任何問題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拜拜